当其皇帝面对武汉肺炎迅速扩散肆虐 1月28号与世卫秘书长见面时声称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的言语才一出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就连续神隐七天完全没公开坑过一声 今天是大年三十 习近平上哪儿去了我管不着 但是我陈秋之来了 我愿意和武汉的兄弟姐妹们一起扛 直到2月6号又是迎接见外宾柬埔寨总理 才让各界及人民知道自己的领导人还在 更到2月10号上海北京也面临封城 习大大本尊这才戴着口罩现身巡视了 当举国上下急迫对抗疫情爆发之际 独大的西皇帝举动背后又在操作什么呢 当中共慢半拍才成立官方抗议小组时 让人吃惊的是老爱兼任组长的习维尼 这回尽破例把四对头李克强推上担任组长 替他承担负义区冒着感染风险的苦差事 而且万一小组搞砸了就有人可背锅 难怪还在明明要严处不仇或失职的官员 至于比成立小组更慢半拍的解放军救灾 更像是身兼军委主席的习大大战线 总理李克强并没有动员军队的失职能力 同时也透过掌握枪杆大权 想让各界闭嘴 放言此刻中共处理武汉患者的手段 竟然都是将所有疑似或确诊的人民 全部集中封锁于更容易共同感染的范围 让人民很难不惶恐目前所有错失的动机 莫非要牺牲湖北6000万人来救14亿人 这狠心如同是对付维吾尔族的残酷一般 另外在WHO蛮更阻止台湾加入还不够 透过网络媒体企图转移疫情焦点 用各种对于台湾不实的批判甚至加强威吓 散布费离台湾与国际共同努力的假新闻 如果台湾跟国际社会 共同帮助中国来进行防治疫情的话 也等于是帮助台湾也帮助国际社会 然而9号中共又连两天派战机密集绕台 完全露出想以外部冲突化解民怨的马脚 但这一次对活生生募集中共无能的人民 大多已经很难再吃这一套而盲目被蛊惑 这片土地上的森林已经承受了太多的苦难 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因为只会隐蔽疫情的中共才让百姓怨愤啊